哈囉大家好 我是瑞騰 身為一個牛肉麵愛好者 開箱一下牛肉麵是沒有問題的吧 金華酒店推出的紅燒牛肉麵 這一碗去金華吃要500塊 那自己在家裡煮的話不用半價 一煮是10包然後1890常溫包裝 它的意思就是不需要放在冰箱裡面保存 節省很多空間去露營登山 你拿出來就是萬眾矚目的那一味 尤其現在疫情去外面吃飯風險真的很高 所以就很適合囤貨起來被用在家裡 以備不食之需 隨時隨地都能吃到飯店的口味 包裝都很漂亮 這個拿來送禮也不失面子 開煮 來 這落量來說算是蠻多的 大概8塊 煮滾 我們把它關成中小火 把麵直接下去 這樣也能比較 掌握好麵的軟硬度 也比較能吸收湯汁 用中火煮它 慢慢的濃縮 那可能會比較重口味 比較濃郁一點 可以再加入一點點的開水 七分熟 那我們就可以把想要吃的菜 放進來裡面 還想再加一點肉 我們以蔥的方式 讓它慢慢的進手 醉一下是蔥花 香菜 辣椒 就完成了 沒有把這個丟掉吧 加一點牛油 整碗的湯頭會更濃郁 試試看它的牛肉 它也保有那種筋的感覺 還有油脂跟那個瘦肉混合在一起 因為它這使用的是牛肉條 然後這個部位它的牛味會比較重一點 然後麵份量 算是還蠻大的 女生應該兩人吃應該還OK喔 比較偏像關廟麵那樣子 從我剛拍攝到現在試吃了 可是我經過一段時間 口感也還保留得不錯 這湯其實也蠻好喝的 說真的 它不像是那種帶甜的牛肉麵 前面一進去是牛肉的香味 中間是那種番茄 然後 豆瓣醬的香 那尾韻呢 就帶一點點的 水果的甜 湯頭上 麵條上 還有肉質上 它的表現都是屬於上層的 這是一碗簡單快速方便 就能在家裡自己享用 或者是雁客的牛肉麵 很適合料理小排 也是牛肉麵愛好者的你 一定要嘗試看看這款牛肉麵 那連結在下方 下次見 掰掰 現在疫情啊 在外面吃飯 風險很高 那 這個就很適合 啊 怎麼會有蚊子啊 10包 1980 呃 1890